突然,我们现在要聆听祢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无能为力的人,根本没办法研究祢的话。 所以我们以千倍的心来到祢的面前求祢怜悯我们。 请你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了解的话语。 甚至你的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祝福在家里听道的弟兄姐妹们。 也祝福你的两位仆人,他们将要传讲你的道。 因此不论是讲的,是听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做你的道而蒙福。 我们在祢祢的名字,我们祝福祢的名字,我们祝福祢的名字。 阿们。 。 小专门,小专门,小专门。 兄姐妹们平安,早上好。 非常感谢 上帝做他的恩典 他带我们进入新的一天 的这个安息日 我们每次进入上帝 所预备给我们的这个安息日的时候 上帝要我们更加的亲近他 我们要考虑一个主题 就是彼此洗脚 我们要继续 那么我们要一起来翻开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二到十七节 其实呢这整章经文是从第一节开始 可是因做时间的缘故 我们就只是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七节而已 有我用中文来为弟兄姐妹们 诵读这一段经文 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二到十七节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父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就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父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 我像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菜人也不能大于菜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是 若是去醒就有福了 就像你们听到而行到的人有福了 有一个人叫做 如果你要测试一个人的品格 就要给他权利 那么弟兄姐妹们我觉得 第十六人到这个美国总统 所说的这句话是对的 因为事实上当一个人 领受一个权品 权利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真正的品格 就要显露出来了 那他们领受权品的时候 他们就很多人 很多时候就变得非常的骄傲 非常的傲慢 那么最起码我们可以在 NTT这个地方看到 几年前发生了这件事情 那么那个时候呢 有一位神长他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买不到机票 那因为他觉得这个航空公司不理 他不尊重他 那到最后呢 这个神长他封闭了这个飞机场 sehingga飞机就没办法在那个机场 他必须回到他原本的那个 起飞的机场 那到最后呢 那我听到这位神长 因为探户而被捉拿了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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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每一个人的 基本的本性就是喜欢被人看中 被人尊重 没有一个人喜欢被看不起 那所谓的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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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弟兄姐妹们 这一件事情呢 使人很难 变成一个 谓的 所谓的 当他所谓的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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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本来就有一个 能力 他本来就很能干 他手上有一定的 这个权柳 所以 说 诚谓的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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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罕见的 事情 那么 世界上的人觉得 谓卑是一个 愚昧的 一件事情 如果 rendah hat 我们 如果 我们 谓卑下来 别人就会 超过我们 超越我们 如果你们喜欢大美 如果你们喜欢大美 你们就会看到其实在这个媒体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人炫耀自己的才干 炫耀自己的财产 对世界上来说 骄傲是一个很一般的事情 是一个很普遍的事 可是我们作为神的耳尼却不是如此 sebagai umat Tuhan Allah tetap memanggil saudara dan saya untuk hadir sebagai orang-orang yang rendah hati 在骄傲的世界当中 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信徒 这就是主耶稣想要透过洗脚的这件事情 教导他的门徒的一件事 那么我们要更仔细的看这个事情 那么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在被捞拿的最后一个夜晚 跟他门徒们的最后一个晚餐 那么每一卷福音书都记载 那么如果我们读这段故事 我们就直接会看到 其实透过这件事情 这就表现了主耶稣的谦卑 那么 saudara ketika kita memahami lebih jauh konsep pembasuhan kaki menurut tradisi kuno pada waktu itu 但是呢 如果我们按照当时古代传统 来理解这个洗脚的这件事情的话呢 maksudnya itu akan membuat kita semakin takjub lagi dengan apa yang Tuhan Yesus lakukan 那么我们就会 因为主耶稣所做的 这件事情 更加的敬佩他 所以说 在这个传统 在洗脚的古代传统里面 那洗脚这件事情呢 通常地位被监的人 要给别人 地位更高的人 给他洗脚 通常是奴仆给主人 洗脚 或者门徒给老师 洗脚 甚至呢我们知道 弟兄姐妹们原来洗脚 不是每一个奴仆 该做的 tidak semua budak melakukan tugas pembasuhan kaki ini hanya budak yang posisinya kedudukannya paling rendah yang melakukan hal ini 那么是最低层的 努力 这个人物 那么虽然他们 是一个奴仆 但是他们也有 他们的这个工作 的这个分配 你们还记得 约瑟吗 约瑟他本来是一个奴仆 但是呢在 约瑟的家 约瑟交给他的 这个权力 是大于其他的奴仆 那 budak dengan posisi yang seperti Yusuf ini tidak akan melakukan tugas pembasuhan kaki 那像 Yusuf的 这位奴仆 他就不会洗脚 所以洗脚 并不是每一个奴仆 该做的一件事 而是最被见 地位最低的 那位奴仆 要给别人洗脚 那么 menariknya sekali saudara bahwa ternyata di dalam Yohanes pasal 13 ini dicatat sebaliknya 可是呢 很有趣的 就是在 Yohanes 福音 13 章记载 出来的 记载 下来的 是相反的 事情 pembasuhan pembasuhan itu justru dilakukan oleh seorang yang posisinya lebih tinggi dibanding murid-muridnya 那洗脚 是反而 那个地位 比门 更高的人 所做的一件事 Yesus 专门 所以 那么这个是 主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 也是不一般或者是反常的事情 那么洗脚就是 一个客人刚进到主人家里面所做的这件事情 但是呢 Yohan福音13章记载 主耶稣却做这件事情 就是在宴席进行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所做的按照当时的传统和当时的时间点来说 是非常反常的 第一就是因为主耶稣比们的地位更高 然后主耶稣也不是按照当时的传统和当时的习俗做这件事情 所以跟文章说那主耶稣所做的并不是一个必须的事 而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事 就像我刚才所做的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心里是何当的谦卑 但是主耶稣如果主耶稣只是为了想要告诉别人 他是一个谦卑的人而做这件事情 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谦卑 我这一次就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为了告诉别人 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那么这个人本身就不是一个谦卑 的人了 那么这个节目就是主耶稣所做的 但是主耶稣做这件事情不只是为了告诉别人 告诉门徒们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那么主耶稣根本不需要向门徒们证明 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那么主耶稣到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这岁不是一个谦卑的这个榜样的顶峰吗 那么主耶稣他原来是上帝 所以主耶稣根本不需要向门徒们证明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所以实际上有一个谦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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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主耶稣有谈卑的人 那么主耶稣有话 有教训要教训门徒们 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你们明白吗 这句话就证明了耶稣透过这件事情要教导门徒某一些事 所以耶稣洗脚这件事根本不是一个表演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许多教会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礼仪 特别是在节节期间我们看到有许多教会做这件事情 我们教会也做这件事虽然不是每一年做 所以我们洗脚这并不错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主耶稣洗脚的脚这只是一个记号 透过这个记号主耶稣要教导门徒更重要的教训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有许多教会进行这样子的礼仪 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因为了解其中的真理而去做这个礼仪 那么教会所做的这个礼仪就只是一个礼仪罢了 你们明白吗这个问题 不只是主耶稣问我们的一个问句 但是也会给我和你给今天的教会 我们明白主耶稣所做的这个洗脚的意义吗 那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通过这个洗脚的意义呢 主耶稣要教导我们最少有两个含意 那么主耶稣洗脚的这个服务呢 其实呢你不开他的这个表现 那我们看到呢 刚才我也说了 其实呢在其他服务呢 也记载关于主耶稣最后一个晚餐这件事 那么在路教福音22章记载当主耶稣和门徒们一起坐下吃饭的时候 那么在路教福音22章记载当主耶稣和门徒们一起坐下吃饭的时候 然后门徒们那个时候正在正常他们当中是谁最大 那么通过路教的这个节目 他看到在主耶稣 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教导他们关于什么是千倍 因为呢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正常谁是最伟大 所以主耶稣就比较起来基督徒的领袖和世界上的领袖的这个差别 一个做领袖要人服侍他 另外一个做领袖是要人服侍 为了是要服侍别人 但是呢我们去服侍别人 这不等同于我们就是一个千倍的人 再说一遍 我们服侍别人呢 我们服侍别人呢 这不等同于我们千倍 因为呢事实上告诉我们人家服侍的时候 背后有许多动机 有的人服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 有的人服侍让别人看他是一个好人 有的人服侍是因为别人叫他去做 有的人服侍是因为别人叫他去做 有的人服侍呢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人 所以他去服侍别人 今天如果你们去银行 或者去一个餐厅吃饭 你们就会看到有人在那边准备好服侍你们 请你们进来 那么那些服侍你们的人 他们一定是一个千倍的人吗 不一定 那尸多拉 那尸多拉 要去服侍别人 那尸多拉 那么那么 那尸多拉 替丸多拉 那尸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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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这样做的 那么 那尸多拉 于信比上尸多拉 那尸多拉 那尸多拉 为了什么呢 让他们能够明白 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千倍是怎样的一个千倍 那么透过这件事情呢 主耶稣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服侍别人 心里面一定要存在一个爱心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才是千倍 那么爱人或者 Agapao 在这一节这个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 Firman Tuhan mengatakan sama seperti ia senantiasa mengasihi murid-muridnya 今晚告诉我们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这就是主耶稣使他们的脚 背后所存的这个动作 虽然主耶稣知道他们的脚 将要使他 这个 伤害他的心 虽然主耶稣知道他们的脚 将要离开他逃跑 虽然他知道在他们当中 有这个 有大 将要出卖他的有大 在那边有不久之后 将要 承认他们的脚 但是主耶稣仍然 承认他们 他仍然使他们的脚 为什么 为什么 耶稣想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 主耶稣仍然要做这件事 而他 实际上也知道 他的脚 将要怎么样对待他呢 他的答案就是因为 他爱他们 那就是说 这个欠伯一定要发自爱心 没有爱心 欠伯只是另一种的骄傲 和虚假 再说一遍 欠伯要发自爱心 没有爱心 欠伯只是另一种的骄傲 和虚假 欠伯只是另一种的骄傲 和虚假 尤其想要们 我们所经历的 这一整年的 这个疾病 这个疫情 不让我们世界 经历到经济 和健康的危机 可是呢 这一年的疫情 也让人 经历到 社会危机 那么我们自识的世界 变得越来越自识 人们 人们 已经不理 人们 不理别人 就变得更加 不理别人 人们 那原来越来越来越越越越越重 我们知道在疫情开始发生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当政府宣布有第一个案子的时候 有许多的人 我相信在其中也有基督徒 他们去超市买买整个东西 他们狂买东西在家里收藏食物 根本不理睬别人买到买不到 甚至我们知道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并且我们所用的口罩越来越细少 这原来只是十几万的口罩 突然间就上价变到几百千 甚至变上条数几百万 所以世界上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当然有这样子 我们需要在家里面大量收藏食物 这是很正常的 那这个口罩细少 大家需要我给它赞价 这是正常的 不仅价 itu yang diajarkan dunia 对于世界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可是对上帝来说 这件事情是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呼召我 不管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召唤 Allah给我们 我们的呼召仍然 一样永不改变 Allah tetap memanggil kita untuk saling membasuh kaki kita artinya kita saling merendahkan hati kita merendahkan hati itu berarti kita saling peduli saling melayani dengan penuh kasih saling mengutamakan satu dengan yang lain 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以别人为中 然后 memang benar apa yang dikatakan Alkitab 圣经所说的是对的 apa yang dianggap bodoh oleh dunia justru seringkali itulah yang dimaksud oleh Tuhan yang harus kita kerjakan 就是世人看为愚昧的 很多时候就是 上帝所要我们去做的 kerendahan hati seringkali dianggap sebagai sesuatu yang bodoh dan lemah oleh dunia 那么千倍很多时候 是世界上看为 愚昧 看为软弱的 tapi kisah pembasuhan kaki yang dilakukan oleh Tuhan Yesus kembali mengajarkan kita Tuhan mau kita saling membasuh kaki Tuhan mau kita saling melayani saling merendahkan diri saling mengutamakan di dalam kasih 但是主耶稣 洗脚的这件事情 告诉我们 其实主耶稣 就算我们这样子 彼此给别人洗脚 yang terkasih hal kedua yang ingin ditunjukkan oleh Tuhan Yesus atau makna kedua dari pembasuhan kaki ini adalah saudara 那么主耶稣 透过洗脚 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 saudara melalui pembasuhan kaki Yesus sedang mau mengajarkan bahwa kerendahan hati itu juga harus mencakup pengampunan kepada orang lain 就是我们 千倍的表现 也就是 愿意饿死别人 saudara pembasuhan kaki yang menjadi lambang kerendahan hati itu tidak saja meliputi sikap saling melayani saling mengutamakan dalam kasih tetapi juga harus mencakup saling mengampuni 那么千倍 不只是 抱憾 爱心 都服事别人 这个千倍 也就是 抱憾 愿意饿死别人 所以 terkasih kisah pembasuhan kaki sangat erat dengan nuansa penebusan Kristus 那么 洗脚 跟主耶稣 这个 救赎 这个工作 是非常接近 所以 ayat 6 mengatakan bahwa ketika 耶稣 hendak membasu kaki Petrus 那么 第六节 耶稣 告诉我们 当主耶稣 要洗 彼得的脚 的时候 Petrus yang heran kemudian bertanya kepada 耶稣 kenapa kakinya harus dibasu 彼得 他感到 莫名其妙 然后 耶稣 说 为什么 你要 洗 我的脚 然后 耶稣 menjawab nya di ayat 8 B 然后 主耶稣 在第八节 的下半节 告诉我们 耶稣 berkata demikian 耶稣 说 jika aku tidak membasu engkau engkau tidak mendapat bagian dalam aku sering terkasih tidak mendapat bagian atau mendapat bagian di sini dalam bahasa aslinya bisa juga diterjemahkan mewarisi 那么 于我 五分 或者 有份 这件事情 在原文 意思就是说 这个 续成 mendapat bagian bisa diterjemahkan atau diartikan juga mewarisi 那么 如果 我们 领受 某 一个 部分 或者 领受 这一份 意思 就是说 我们 成了 这个 东西 那么 师徒 Yohanes 在 当他 记载 关于 信徒 在 末世 的 世代 将 要 领受 数天 的 祝福 他也 引用了 同样的 一句话 jadi saudara yang terkasih mendapat bagian yang dimaksud di sini jelas berkaitan dengan pengampunan yang Allah berikan yang memungkinkan seseorang mendapat berkat keselamatan daripada Tuhan 所以 这边 说到 与我 有份 与我 无份 意思 就是说 他将要 领受 上帝 透过救赎 大公 所叫 赐给 他的 属领 福分 所以 di sini kita melihat bahwa pembasuhan yang dilakukan oleh Yesus sebenarnya merupakan sebuat tindakan simbolik yang merujuk kepada pembasuhan yang lain yang jauh lebih penting saudara 那么 其实 主耶稣 用水 给 门徒们 洗脚 他只是 一个 记号 而已 他要 象征 主耶稣 所做的 更重要 的 一个 工作 yaitu penebusan atau pembasuhan dari dosa 就是 洗 我们 洗 净我们 脱离 罪 sama seperti air yang dipakai untuk membasuh kaki murid murid nya 那么 就 像 水 洗 ment 我们 的 脚 demikian pula darah Kristus yang akan tercurah untuk membasuh untuk menyucikan umatnya dari dosa mereka 所以 sederhana yang terkasih pembasuhan kaki yang dilakukan oleh 耶稣 sekali lagi menunjukkan atau menyiratkan makna pengampunan yang Allah berikan kepada umatnya kepada murid-muridnya itu berarti saudara ketika Yesus menyuruh kita saling membasuh kaki itu berarti Yesus juga mau kita saling mengampuni satu dengan yang pembasuhan kaki bermakna saling mengampuni seperti Allah yang mengampuni umatnya apalagi mengampuni orang yang berulang bertubi menyakiti hati setiap kita tentu tidak mudah saudara tidak mudah mengampuni pasangan yang tidak setia kepada kita tidak mudah mengampuni seorang anak yang sudah kita besarkan dengan penuh kasih sayang dari kecil sampai besar dan ketika mereka menikah mereka tidak lagi menghormati kita sebagai orang tua tidak mudah mengampuni anak seperti ini mengampuni juga tidak mudah ketika kita berhadapan dengan menantu kita yang seringkali berkata-kata kasar kepada kita sebagai mertuanya 那么 rauh 经常 ruma 我们 的 媳妇 也 不容易 saudara mengampuni jelas bukan perkara yang mudah tapi inilah yang Tuhan mau saudara dan saya lakukan Yesus berkata di ayat 13 saudara kamu menyebut aku guru dan Tuhan dan katamu itu tepat sebab memang akulah guru dan Tuhan jadi jikalau aku membasu kakimu aku yang adalah Tuhan dan gurumu maka kamu pun wajib saling membasu kakimu setelah itu berarti Yesus mengatakan bahwa membasu kaki atau saling merendahkan hati yang merupakan wujud atau yang mewujud dalam pelayanan kasih dan juga pengampunan kepada sesama itu harus kita lakukan ini adalah konsekuensi dari iman kita kepada Tuhan selama kita masih mengakui Yesus sebagai guru dan Tuhan dalam hidup kita maka perintah saling membasu kaki adalah satu hal yang wajib Yesus katakan wajib untuk kita lakukan itu berarti saudara saling melayani dengan kasih dan juga saling mengampuni yang merupakan wujud dari kerendaan hati adalah sesuatu yang wajib kita lakukan karena itu merupakan konsekuensi dari iman kita kepada Allah ketika kita melihat orang yang menyakiti kita tentu kita akan semakin sulit untuk menemukan alasan kenapa saya harus mengampuni orang ini ketika kita mengarahkan mata kita hanya kepada pasangan kita yang tidak setia kepada kita kita akan bertanya kenapa saya harus mengampuni dia yang seringkali melukai hati ketika kita ingat perlakuan anak kita yang kasar kepada kita menantu kita yang tidak menghargai menghormati kita hati ini akan semakin sulit untuk memberikan pengampunan bukan tapi ketika kita melihat kepada Allah yang adalah Guru dan Tuhan kita ketika kita ingat bahwa Yesus adalah Guru dan Tuhan kita dan apa yang telah Yesus lakukan dalam hidup kita maka kita akan selalu punya alasan untuk bisa melayani dengan penuh kasih bahkan mengampuni dengan penuh ketulusan 那么 我们 就可以 爱 爱 心 的 服事 别人 并且 我们 可以 也 愿意 的 饶恕 别人 bagaimana relasimu dengan orang lain 你 今天 跟 别 人 的 关系 如何 呢 apakah engkau sedang hidup bagi dirimu sendiri atau engkau sedang berusaha untuk melayani orang lain dengan penuh kasih bagaimana hatimu dengan orang lain apakah selama ini hatimu penuh dengan kepahitan dan kebencian terhadap perilaku orang terhadap saudara 你的心 总是 仇恨 吗 我不知道 你的 正常 我也 不知道 你 心 里面 所 想 的是 什么 但是 今天 上帝 透过 这段 经文 提醒 我们 要 我们 成为 一个 谦卑 的人 谦卑 意思 就是 我们 要 用 爱 心 俯 别 人 dan saling mengampuni satu dengan lain ser biarlah di dalam minggu-minggu prapaskah ini kita boleh semakin dimampukan Tuhan untuk saling melayani dan saling mengampuni kiranya Tuhan Yesus memampukan setiap kita berdoa kita menutup di dalam doa di dalam di dalam 的宝座,感谢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们